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陈慧文 中央民国111年2月16年11月13日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小时的乌克兰 所以我们待会中间的COE 呢 也希望大家 针对乌克兰的局势 发表你的意见跟看法 因为这是全世界瞩目的 重大新闻 所以我们一整个小时都要谈乌克兰 那在谈乌克兰之前 因为这个三立的海董离开 我是当对 海董的这个当年 就是2006年 那当时这个 我在三立 我在三立是这个固定来宾 海董还请我们吃过饭 当然是希望 家属节哀 也希望这个海董 离苦得乐 成愿再来 就不要再受这些病痛的折磨 我跟各位讲 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蔡总统 妥协的是蔡总统 让海派在民进党 有一席之力的是蔡总统 所以我非常看不起 像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他是学法律的 他跟媒体 像政大 台大 师大 淡江 文化 辅人 民传 所有台湾有大传科系的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昨天还劝游淑慧 我们在谈海董的时候 他骂的可待见了 我在旁边忙着劝他说 你不要骂那么多少讲两句这样子 结果后来呢 在第二个小时的正常发挥 我们提到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我大概就得罪光了 我骂得比游淑慧还 但我不是 因为游淑慧是针对海董个人 我后面是把国民党几个不分区立委 我都点名出来骂了 所以我自己后来都想说 我还劝游淑慧不要再骂人 结果我骂得才凶 但是对这些 台湾各大学的大众化士心 这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也是传播科系的重症 你们这些媒体的 大众传播科系的老师 当你们看到三立 党政军这样子媒体的 这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时候 你们选择沉默 那我不晓得你们在大学是怎么教书 我那天才跟王佑正讲 我说那个文旦的事情 政大的教授既然写错 你是政治大学的教授 你既然会弄错这个事情 我不是只有surprise而已 我想说那真的是完蛋了 你说1450弄错我也就 对不对 就笑一笑就算了 政大的教授都写错 还是传播学院的教授 我想这个 你们这些大学教授 跟蔡英文总统是一样的 你们看着 你要弄清楚 我没有在检讨海董 我还很感谢他请我吃饭 那我是沾这个郑大哥的光 这个我之前在我的直播讲过 我不要再去讲这些 以前讲过的事情 我是说我检讨的不是海董 人都走了我检讨他干嘛 我希望他一路好走 就是说 今天为什么会有三立这个状况 是蔡总统纵容出来的 是平庸无能软弱 屈炎富士的蔡英文 造成现在的状况 没有人要去那个 蔡总统你总统见党主席 难道你没有办法处理吗 不是蔡总统是妥协的 这就是非常悲哀的地方 第二个呢 今天台南高分院的一个判决 纵火烧死七个人 竟然从一审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我对台南高分院 因为台南高分院的院长 是之前申员沉睡 比那个黄瑞华 从最高法院调到台南高分院 但这个案子上不是院长判的 一般来讲院长不会在第一线宣判 审这个案子 纵火 他买了十公升的汽油 因为他是要报复 这个凶手他是要报复 他想报复的那个对象 结果他没有 幸运的逃生没有罹难 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他买了十公升的汽油 他去纵火 结果他想要烧死的人 没烧死 然后另外七个人无辜被烧死 一审开庭的时候 这个凶手讲说 早知道我买二十公升 买十公升太少了 早知道我买二十公升 然后还呛这个 跟他有过节的 他要杀害这个人讲说 如果我出来 我就把你那个 因为我们是广播 我只能跟你讲什么 那个 太凶残的字我还不能讲 不然又连累我们电台 就昏倒了 如果我出来就把你那个 还说监狱有人对他不礼貌 他一定要把他 那个 凶残到这个地步 竟然改判无期徒刑 台湾的司法已死 我不要谈那个 我跟你讲 我要谈一个小时的乌克兰 好 我们今天韩国瑜新书的 不是新书的 纪念签名的这个书 竞标到十三万 没关系 还有 还有七天多 谢谢阿智 目前的标价进到十三万 我们希望这个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谢谢善心的朋友 好 我们看这个乌克兰的局势 有重大的变化 这个德国的总理萧芝啊 他跑了美国 跑了俄罗斯 跑了乌克兰 绕一圈 这个当然是个外交的秀 那乌克兰总统说 我们要加入北约 恐怕是大梦一场 大梦一场 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没有办法加入北约 那这个 很难堪 你说最大的输家是乌克兰吗 乌克兰是 当然是很严重 包括他的经济 什么都受到相关的影响 美国也是大输家 看到拜登这个 好 那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这个泽伦斯基 他被这个国际媒体 强烈的质疑 因为他是一个素人 他从来没有从政过 他第一次参选就选总统 然后他就当选了 那这三年以来呢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 当然乌克兰也很多人挑战他 你说 你知道这个乌克兰你当什么总统 人家就当选了 那当你说一个从来没有 政治历练的人 你要突然说 他遇到这种国际危机 这个俄罗斯大军压境 什么他能怎么办 所以他也难为 那当然国际言论质疑说 那你你是不是 试任这个乌克兰 在地缘政治这么危机的时候 你配当总统吗 那我们来看蔡总统 今天礼拜三 民党中常会在讨论这个 日本核实跟CPTPP 一直到今天下午 蔡总统还在说谎 他说这个日本的食品 怎样怎样 我们要加入CPTPP 他还在说谎 我就跟各位讲说 日本交流协会的代表 在去年的公开活动 他就讲说 开放这个日本的福岛的 这个食品跟 我们要申请加入CPTPP 是两件事情是不相干的 日本交流协会的代表 等于是日本派在我们台湾 位阶最高的外交官 他都这样讲的 到今天下午 蔡总统还在说谎 蔡总统你不是说 你是谈判专家吗 我们开放的美国的莱猪 开放的日本的核实 我们换到了什么 我们换到什么 所以我希望大家聚焦 再看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是这样 所以我们待会的 Coin会问大家 对乌克兰的局势的看法 那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当然是大赢家 当然普丁也做了场秀 你知道在俄罗斯 这没有什么媒体自由 新闻自由是没有的 那俄罗斯的电视台的秀 是普丁 找了两个部长来开会 他就问公开 那东西串好了 这个演戏 普丁就问外交部长说 那我们各种的谈判 折冲 有没有什么 调和的可能 外交部长说 我们当然要努力 自己找台阶下 我们不一定要开打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 来做各种外交的斡旋 后面呢 这个普丁就问国防部长 我们在这个 这个白俄罗斯的演习怎么样 报告 非常的成功 演习吗 不是真的打仗 那就准备撤 撤回这个驻地了 演习成功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 联手演了一场戏 让普丁变成什么 变成英雄 对不对 我这个外交胜利 国防军事的演习成功 这最近这个 法国跟德国的这个领导人 都跑到莫斯科去 求见普丁 他当是大赢家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检讨说 法国跟德国的这个 外交政策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就是applicement 他们所谓的这个 衰竞主义啊 衰竞的外交就说 啊不要打仗啦 我们大家来瞧啦 来谈啊什么 打仗会有什么伤亡啊 什么的 那这种对 像普丁这样的强人 有用吗 就你是让步嘛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甚至美国也好 你们都玩不过他 没有真的要打 你这个外交战 这个国际的这个 显然普丁是赢了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说 我们没有开任何一枪 我们就获得胜利了 吃尽你豆腐啊 我们没有开任何一枪 我们就赢了 那之前这个拜登总统啊 美国的这个 周拜登他一直呛说 你如果打他 我就怎样怎样 一直恐吓这俄罗斯 如果打乌克兰 我就给你制裁 经济制裁 其实美国的筹码也不多 美国说那总不能叫美国大兵 去帮乌克兰 这个捍卫国土吧 那当然这个对俄罗斯是两件事情 这我们把四跟五一起来 四跟五你调一起来 就说美国要抢经济制裁 那俄罗斯他根本无所谓 你经济制裁来吗 他又不是没有被经济制裁 过北韩也是一样啊 北韩被经济制裁可惨啊 北韩还是在那里啊 好所以经济制裁是一个手段 但是对像俄罗斯 对北韩这样国家有用吗 好那俄罗斯要的是什么 他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他们要的是整个 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光荣 好民族的复兴 他们希望说 这个乌克兰 好能够回归到以前的苏联啊 好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 你不能加入北约 北约是要打我们的 你不能加入欧盟 加入欧盟坏坏 但俄罗斯想的是这个 你美国抢到经济制裁那来啊 我2014年我这个病吞 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 你就制裁我了 又怎么样 我在怕你啊 那经济制裁 当然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实力 本来就不好 对他一定会有影响 可是 他有更上位的东西要看 这个跟大陆在看台湾是很像的 我们先强调 大陆不要怀疑我们 维持自由民主的决心 大陆不用怀疑 我们一定要坚持维持我们的这个 但是我们也不用去怀疑 也不能去怀疑 大陆他跟俄罗斯有点像 俄罗斯在看乌克兰 有点像大陆在看台湾 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一定要同意的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不见 绝对不准你台独 早一个时间一定要帮你同意回来 有点像 我们待会来开放call in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今年十月在大陆 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 就是他们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进行二十大 那当然这二十大里面 他们到底所谓的整体方略会讲什么 不知道 也不必去猜 但是会不会有之前张念词教授讲的 这个国家统一法 因为反分裂国家法是负面表列 那是负面表列 那国家统一法是正面表列 那我们根本不晓得他们要出道 所以我刚刚讲两个不要怀疑 这是之前韩国瑜讲 你不要怀疑共产党收复台湾的决心 你也不要怀疑台湾 坚持民主自由的决心 那这两个东西是矛盾 这是矛盾 那你两个都不要怀疑 那怎么办 那我们对这个大陆的研究 对之前我们的国安局长 连大陆的窗口那个人他都不认识 对大陆的国安部的这个这么的陌生 我们的国安局 对大陆的国安部 因为他们是在国务院下面的国安部 完全的陌生跟无知 来来来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口音电话 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 这个美国不愿意派兵到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几乎是妥协的 就是他们说 那我们十年不要参加北约 不要加入北约 那来换取这个俄罗斯的退兵 好 那欢迎现在这个 听众朋友可以call in 就是看乌克兰的形势 你对两岸 对台海 对美国的承诺 这个我刚讲嘛 就俄罗斯在看待乌克兰 有一点像大陆在看台湾 有一点像 那不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就完蛋了 就有一点那个味道在 所以你看拜登讲的 我们不能跟俄罗斯开火 我们跟俄罗斯开火 美国跟俄罗斯开火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美国跟大陆开火 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美国不打 美国没有要派 美国不去救乌克兰 那美国会来救台湾吗 那些人是不是可以 可以醒了吗 可以说 那我们不要再幻想说 这美国会来救我们 美国有去救阿富汗吗 他在阿富汗缴获了20年就跑了 美国有去救乌克兰吗 讲了一大堆什么 国防部啦 什么国家安全顾问啊 东讲西讲 乌克兰总统说 他跟拜登通电话 请你来我们乌克兰访问 美国总统我不会去访问 我也是觉得很 当然这个是 当然也是你可以说是乌克兰的一个伎俩 我公开的邀请美国总统来访 那美国总统呢 他就装闹给你说 他说我没有要去 人家德国总理才刚到 你美国总统不敢来 美国总统不要说派美国派兵去乌克兰 叫你美国总统 大家如果能够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当然对乌克兰很抱歉 就说你看看乌克兰状况 想想我们的情形 是不是能够大家 有点这个 敌我意识 来来来 请大家call in 进来 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空底 那我们要偶尔要谈一下深水区的东西 总是不能每天都聊天 谈一些比较困难的 比较大家要去动动脑的 看看乌克兰的情势 看看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大国的这个角力 看看德国跟法国的折冲 欧盟 大家都袖手旁边在旁边看 你就看着乌克兰这样子 那当我刚讲说对乌克兰很不关心 乌克兰说我是主权独立国家 我想要参加北约 你凭什么反对 我要加入欧盟 你也反对 为什么 你还抢了我一块国土 克里米亚半岛以前是 这个乌克兰的 俄罗斯就公开跟你这样处理 你不准参加 你参加我打你 你看到所谓的这些 什么世界民主国家的处理 你要打乌克兰 不要打他 他没有要参加北约 那你不是等于是 强暴了乌克兰的意志 你不是全部都抛弃了乌克兰吗 那乌克兰没有人要帮他 那我不参加北约总可以吧 你不要打我吧 俄罗斯就是这么坏一把 我占了你的一个半岛 那克里米亚半岛很大 我占领你 你不准废话 你还不准参加 我叫你不准参加 不参加 你还要听他的 那你乌克兰是什么 什么独立自主国家 俄罗斯在控制你啊 那他人在欧盟 他在欧洲 他不能参加欧盟 也不能参加北约 所以我说乌克兰 来来来来 雄欣 我们来上线来 你好 你好你好 贵文哥好 你好 您住哪 贵心你好 是台北五年级 台北五年级 你好 学长请讲来 不要叫失败 我们共产 来请说 这个以前就说嘛 那个合酒必争分酒必合 其实一直觉得 如果真的 因为共产没有什么不好 其实在那边待久了 大概可以知道这样子 那当然两边就是不一样 你说什么东西没有不好 是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我说民主有民主的好处 共产有共产的好处嘛 民主有民主的好处 共产有共产好处 对啊 因为你看十多亿人 也是好好的活到现在 对不对 那现在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想要统一 其实该做的事情 你就让他读嘛 读了之后就统一啊 对不对 一直弄他暗毒 那这样子其实就阻止 统一的步骤不是吗 五年级你刚提到共产有共产 所以你有带过大陆吗还是 短时间 多短 短短在几个月而已啦 不躺 所以你认为说让他去台独 然后就很快被统一了 本来本来不就是这样 以前不是合酒必分分酒必合 那是三国演义啊 对不对 那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 就是说 目前大环境的情况之下 五年级我问你啦 这样比较快啦 是 统一的好处是什么 统一的好处就是原本分针的问题就不见了 因为全部都一言堂啊 那统一的坏处是什么 统一的坏处就是如果讲错话会死人啊 好谢谢五年级啊 谢谢你 没有讲的那么的那个啦 讲错话会死人 就是五年级你那个措辞上要再调整一下 不是我们两个在聊天这么多人在听 什么的讲错话在死人 统一有好处也有坏处嘛 就我们之前call in也跟大家讲过啊 我认为时间是不站在我们台湾这边啦 那统一有他的好处 统一有他的代价 好那就是你要去去这个取舍跟拿捏啦 哈啰你好 喂你好你好 哎回吴你好 是 屏东杨小姐 屏东杨小姐 是 是你好来请讲来 你好 哎 这个 嘿 你有准备好吗 有 那请讲来 很无奈呀 好怎么说 这个 这个政府啊 就是这个政府明着讲说 他要好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当选了这么久 没有做过为国家一件好事 台租也是何时又要开放 全世界只有最独的国家的政府就是我们台湾的政府 都百姓吃毒啊 杨小姐 我再跟你谈乌克兰 你再跟我讲 我知道 那我现在先讲说我这个无奈 那现在讲乌克兰 我们台湾人就是看不清那么多世界那么多例子让我们看 嗯 我们就是被政治人物操弄 他只要一个抗中保台 就打死台湾人啊 全部都听他的 嗯嗯嗯嗯 所以台湾人你刚刚在讲说 这么多的历史历史 乌克兰 你看拜登怎么讲 一直呛人家一直呛人家 我拿到情志哦怎么样哦 嗯嗯 结果乌克兰自己去打 还有他在火药库 杨小姐你有你有你有在看国际新闻哦 漂亮哦 哈哈哈哈 你你讲这个我就听得出来 你有在看国际新闻 哈哈哈哈 那你你你看啊 然后然后手刀没招了 杨小姐 因为我call in 线是满的 我问你统一的好处是什么 统一的好处 嘿 以目前局势来讲 我们会站上大国的肩膀 大国的肩膀 对 因为我们台湾一直被世界看不起 身为台湾人是我们这几年最窝浪的台湾人 好那统一的坏处是什么 统一的坏处就是说 我们恐怕就是在 需要的这些自由要修正 因为我们台湾人认定的自由是 毫无止境的自由 没有道德羞耻的自由 没有自律性的自由 连法律之前人人都无法平等的自由 好 杨姐谢谢你 谢谢你的捧场 谢谢你 杨姐你刚前面提到说 蔡总统执政以来一件好事都没 这个讲的有点 too much 就是蔡总统一件好事都没做 他也不至于这么坏了 你说他带领国家走错误的方向 这个我可以 你说蔡总统执政五年多一件好事都没做 这个我比较那个 好不好 那我刚听你讲拜登 那个我就知道说 你有在看这个乌克兰的的新闻 非常感谢屏东连杨小姐来 022363995 贝勒晚餐你好 你住哪个贵心 你好 我桃园柏拉图 柏拉图太好了 这个名字 就上次有梦到你那个 当那个公司的董事长 哇那这个 那你上次什么时候打的 我没有打过 那你梦见我打董事长 你没有打过 你是跟谁讲的 我那斗内啊 斗内 哎呀 哎我忘了 这个很抱歉 谢谢柏拉图 谢谢你捧场 来来我们谈乌克兰来 谢谢你 好 来来来 这个 乌克兰因为他跟那个俄罗斯啊 他本来 本来就是他有历史的情节 对 因为东乌克兰跟西乌克兰本身 他本来是合而为一的 但是因为 呃俄罗斯的关系 嗯 所以他就分开了 那分开了 分开了以后呢 那个西乌克兰他偏西方 那东乌克兰这边呢 他就比较 偏俄罗斯 那你看 东乌克兰他讲的都是俄语 可是西乌克兰他讲的是原本的他他自己的那个乌克兰民族的那个语言 好 这两个就 我们没有研究乌克兰 我说乌克兰的事件让你对台海两岸的这个感想是什么 我的感想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台湾跟大陆啊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这最坏的人就是美国 最坏的最坏的人就是美国 因为我时间关系 因为我们那个柏拉图 我知道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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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知道因为我扣音线是满的所以我要问你比较难的问题来是统一的好处跟坏处来讲一下 统一的好处就是两边都可以过得很好经济上面可以发展的很好 好 那坏处呢 坏处就是我们台湾这边呢就是可能会少我们的自由民主就没有那么的饱满 嗯 就会被削减 那那那你你你你你把好处跟坏处都讲了嘛对不对 那你的决定呢你觉得哪一种这个如果叫你叫你选的话你觉得怎么处理比较好 我选统一 拔土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知道我知道我我懂我懂 开玩笑啦这个没有标准当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啦嘿 因为大陆我很熟我从民国七十九年就进大陆 因为我是做旅游的 七十九年啊天哪 对 那你这样大陆就 我是做旅游的 对啊你这样往来几次几年 两岸这样跑 最少三十年 三十年啊 对 我从大陆最弱最弱最弱后最弱后看到他最进步最进步 然后看到他靠车台湾那些景点你们都跑遍了 全中国大陆我都去过了 什么新疆西藏都去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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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每个省我都去过了 每个省都去 每个省我都去过了 这三十年来再延长一下这三十年来你你讲讲你这样子跑来跑去做旅游 这样子两样这样跑来给大家一点这个 因为大陆啊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羡慕台湾人 他们以那个拥有台湾的一个朋友为荣 那个时候还有外汇券 那很久了 对那时候还有外汇券刚开始我们那个去的时候还有外汇券 外汇券是给我们这些呃 那个那个外国人用的 但是呢那个什么外汇券他们 通常他们都不会 他们本地人都不可以拥有外汇券 然后他们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那个友谊商店 巴图我把你拉回来讲重点讲重点 你这三十年的变化两岸的变化来来来 经济科技变化太大了 而且他们的交通建设啊 那个他们现在那个全国的那个高速公路网已经覆盖率到85% 那这三十年因为你去那边带团也会回来我们台湾嘛对不对 那这三十年吾你我们在干嘛 我们一直在虚号啊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啊 真的是可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 那个大陆的进步 你像一个那个什么一个一个一个小渔村 以前根本一百多年来一百多年前根本人家不知道什么叫上海 上海 可是现在上海是全全全全世界有名的 上海你举这个例子也不好吧 上海本来就是大大城市什么一百多年前没有没有以前是个小渔村上海这个小渔村 没有啦 上海是一个小渔村 对柏拉图我们两个在纠结这边就被人家笑了啦 好你觉得你举深圳还例子还比较你举上海呢 你上海的市里洋场那个是他有利你讲深圳会比较好啦 深圳的特别 柏拉图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讲 我是说你举例错误啦 你那个他就想清楚 你讲上海 讲深圳会比比上海更有说服力啊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柏拉图 拜拜拜拜 这个来 你讲到上海去 上海是目前大陆最大的城市 那你说 柏拉图我们是 颇上海撈起来 来你好 柏拉图你好你好 你好 基隆姓林 林先生 来请讲 来 我觉得这个乌克兰事件 让我们来做一个接近 好 这个 一个 世界都承认的国家 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都没有办法加入美国 何况是我们台湾 好好好 那欧洲 美国 这些西方的国家 嗯哼 各个都深远说 要出 要要要要要 要帮忙 要帮忙 结果呢 大家都是求和 不要战争 对的 没错 那 我觉得美国 他已经是边场莫及了 区域政治的强化 每个国家 是 不论美洲欧洲 什么这些 这些 区域的强权 是没有办法主张 来来 林先生 林先生 来来 那个统一的好处是什么 统一的好处 我觉得对我 也许 失去了 投票的自由 统一的好处叫做失去的 那是统一的坏处 统一的好处 统一的好处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呃 合作 同一的坏处除了不能投票之外还要什么 呃 其实我 就是刚刚讲我真的觉得对台湾的政治人物 每个 我过去就职责中的人到现在我已经是政治人物 为什么 呃我觉得好好本分的赚钱 然后把自己顾好 开始在 把自己顾好开始在了 不要管政治 对对对对 所以我失去投票权 我真的觉得也 也也 对我来讲已经 没有差了 好 谢谢 我其实很久没有投票 好谢谢林先生 时间关系 非常感谢你打进来 谢谢街同天 谢谢你 来我们先进广告 对的晚餐 我是 陈惠伟 刚刚我们接了四位听众朋友的宝贵意见 每个都是有备而来啊 对不对 这种深水区的题目还是可以谈啊 好那如果你长期收听我们非得晚餐的话 同意的好处同意的坏处我讲很多次啊 没有没有突袭哦 以前我们call in的时候就要讲到题目啊 对对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赖清德说是朋友 柯文哲说是夫妻 蔡英文说是邻居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对对 时间是站在台湾这一边吗 好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谈那个共激老台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个统一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 他还要再问啊 当然要谈啊 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它聚焦化 好那大家共同来面对所以我说两个不要怀疑嘛不要怀疑共产党要收复台湾的决心也不要怀疑 台湾人民坚持自由民主的决心这两个显然是矛盾那怎么办 怎么办好这所以我上个礼拜才会引述这个谢龙介讲的 龙介兄说大多数的台湾民意希望维持现状这个我同意是真的 大多数的台湾民意是希望维持现状可是以我观察大陆的譬如说 海协会的国台办大陆的智库大陆的媒体纷纷的这样子的这个 在带风向包括他们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时代党解决 台湾问题的整体方略人家都讲这么白了 我认为维持现状恐怕不会是选项 那维持现状不是选项人家人家统一你呢那你怎么办就跟就跟俄罗斯一样嘛 他派十几万大军在这个乌克兰的周遭这样子大军压境然后就就这样子 所以乌克兰的变化其实大家都我希望大家都是这个 呃严肃正面的去去看待了 那至于什么浦东浦西上海那些东西大家就不要再纠结了 因为那个不是那么重要 你其实把层次高度跟格局拉高点我们看大的大的视野 好所以我刚也跟这个柏拉图也是柏拉图 我们那个对柏拉图我还是跟他说你举的例子不好 你举深圳的例子会更那个 深圳就之前就是一个点点点 那现在是一个这个大陆的经济特区最成功 这个GDP非常高的地方 深圳是整个一个当然也是大陆这个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样板 好在深圳 这个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跟阿富汗 也谢谢刚刚屏东杨小姐 前面他讲东讲西 后面讲得非常好 看看乌克兰跟阿富汗 你还相信台湾跟美国是坚若磐石吗 阿富汗也在去年八月的事情 乌克兰是当下眼皮下面的事情 你还相信美国吗 今年是上海公报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森跑到上海去访问 尼克森你跑去上海干嘛 他去见了毛泽东也见了周恩来 为什么 不然怎么会有所谓的上海公报 这美国抛弃过我们 就美国没有义务要救我们 美国的朋友听了也别难过 就我们要了解 好像因为这一次乌克兰的事情 有些美国的叉叉 他讲说 台湾别担心 台湾比乌克兰重要 原来我们比乌克兰重要 刚刚高嘉宇讲的是 我们有什么战略位置 我们有半导体 就是我们意思说 我们台湾比乌克兰重要 这种谬论我是比较 那个 听一听你想想 台湾再怎么重要 有没有比美国重要 因为核心利益是什么 在拜登的核心利益 是今年年底的其中选举 他其中选举如果垮了 参议院如果丢了 他后面两年就不用做了 因为现在在美国 美国参议院有一百个参议员 那另外一个是副总统 就贺锦丽 那他现在是50比50 共和党跟民主党是50比50 拜登的核心利益是他要雇美国 他要雇他自己的连任 他要雇他的其中选举 今年的11月 美国要做其中选举 跟我们的这个九合一大选 时间差不多 应该比我们早一点 因为我们是11月26 他们应该是11月上旬就投票 那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就显然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阿富汗也不是乌克兰也不是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 那站在习近平站在大陆 共产党的领导当局 他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是维稳 绝对不能乱 大陆这么大 十几亿人绝对不能乱 不能出任何乱子 你自己想想看 你就讲说最近这十年好了 尤其是香港的媒体 当然是之前的香港 现在应该不敢了 你看香港的媒体 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的三明治 大陆崩溃了几次 你自己去想 就讲这个三峡大坝好了 倒了几次了 三峡大坝撑不住了 这个怎么样怎么 你就一天敢 你敢说这样 我们这边的评论员说 大陆完蛋了 大陆都没有电了 老百姓家里没有电 只好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 电影院看电影是用手摇的 这种话他也敢讲 大陆都没有电了 所以他们都不能烫头发 然后老百姓只好上街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 这我们 哎呀大陆都是土房 大陆都是土房 你去看看重庆 那个叫土房 所以说的中国崩溃论 这十年来 我刚特别说 尤其是香港媒体有多少 哎呀大陆的房地产完蛋了 那个什么恒大地产 大陆的各地的什么 银行啊 什么各种什么问题 什么金融危机什么的 什么经济成长率不行啊 什么的 这几年你听这个你还听不够吗 他哪一次倒了 我一再的跟我们听都没有讲 当大陆出现真正危机的时候 我们就完了 大陆真的出现危机是 没有办法压下去 真的吐彩的时候 他一定打我们了 怕咱都小了 转移焦点嘛 那美国的通膨 拜登没办法解决 怎么办呢 乌克兰你们打一打好了 打一打 转移焦点啊 如果大陆真的出现了 维稳的问题 我们就真的是 一定是 当然 我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台湾 我们在这个 两岸这么特殊的状况 我们对大陆也是一张牌 对共产党 对习近平 台湾也是一张牌 这张牌什么时候打 什么时候统一 什么时候触筒 你绝对不能台独 你要台独怎么办 习近平 就完蛋了 真的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台独那共产党完蛋了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 看看 你看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不是说16号 美国说16号 俄罗斯要开火 他把这一天定为 全国的团结日 约定上午10点 大家一起唱国歌 这个就是乌克兰总统的困境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大家一起唱国歌 大家一起唱国歌 然后俄罗斯就跑了 你一个政治素人当总统 就是出现 他是个演员 他能想到 大家一起唱国歌 这个跟我们苏贞昌院长 上一次哨把也要跟他拼 这到底是 其实是一样的荒谬 没办法 其实都 理论上是不应该 说什么一只哨把什么的 一起唱国歌 基本上也是个笑话 好不好 大家不要再做那些那种 其实是很可笑 你看之前的乌克兰 那他们希望能够加入欧盟 然后你能够参加这个北约 然后跟俄罗斯划清 俄罗斯当时不愿意 不愿意的结果就是普丁 他当然有他的国内的压力 种种 普丁就派兵 大军压境 兵临城下 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势 那乌克兰 他修宪 他甚至把那个 收复克里米亚半岛都写在里面 这你做不到 所以他们后来一个 所谓的明斯克协议 就等于是说 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的 克里米亚半岛 他变成 你看几年 2014年到现在 这变成继承事实的 你也要不回来 难道你乌克兰要跟俄罗斯开火吗 派兵把克里米亚半岛抢回来吗 也没有人支持你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谈修宪 刚刚我们也听到朋友 那就台独啊 这样更快被统一 因为这个 这个名字很 你立法院 我之前是不是一直在骂国民党 说你 你跟着民进党在修宪是干什么 因为民进党已经讲得非常的白 所谓的修宪 什么18岁公民权 那是个幌子 我也不晓得侯友宜市长是真的不懂 还是假的不懂 18岁公民权是拿来骗你的 民进党真的要是夹带是说 他要去调降修宪的门槛 满一送一啦 大家来投票哦 18岁就可以投票这个公民权 他用这个当幌子 然后另外一个案是说 我们把修宪门槛往下降 把修宪门槛往下降 干嘛呢 就是为了承命这些独立建国 来做准备啊 那我们就就看乌克兰的例子 乌克兰修宪啊 乌克兰 我们要参加欧盟 我们要参加北约 俄罗斯说你去看看 俄罗斯他不跟你讲道理 你加入你试试看啊 你加入我就打你啊 怎样 就这样啊 那我们我说过 我们也不是当魏斐宣传啊 你觉得我们 这些独派的朋友 在玩这个 承命这些独立建国 有用吗 有用吗 乌克兰写在宪法里面 他一样无法加入北约啊 我们今天把中华民国给 消灭掉了 叫做台湾共和国 或者你改一个你喜欢的国民 国号国企国歌 这样独派满意 那我们能够参加联合国吗 我们能够跟美国建交吗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不可能啊 为什么 因为大陆就在你旁边啊 他就虎视眈眈的看着你啊 你要干嘛 你要法理台独哦 他马上就打你了 到时候又有那个PATTY 霍远兄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 要并吞我们的人讲话 我不是帮他讲话 而是我要告诉你 我讲的也许不是对的 可是我认为习近平跟 共产党领导当局 他们是这样想的 他们是这样在看我们啊 你搞法理台独 我不打你我打谁啊 那我怎么对十几亿人交调 台湾跑了 台湾宣布独立了 跟美国在一起了 台湾不是我们的神圣领土的 我们的宪法错了 他共产党没办法交代啊 我刚讲嘛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大陆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是维稳嘛 绝对不能出乱子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 他们讲的两个一百年 那个中国梦啊 建党一百年已经过了 是去年了 他现在建政一百年了 其实建国就1949到2049 主要的这个建政一百年 政治的政啊 建政一百年 建立政权一百年 那你说这个政治议程 这个时间 那我们怎么办 这核心利益是那里 台独 刚有可能 好那我刚跟各位解释了 维持现状嘛 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了 台独也走不通那怎么办 那慧兄台独不行 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 那就是被统一的 你希望先 以现在这样的模式被统一吗 我也不希望 那怎么办 这个会不会比蒋万安重要 当然比蒋万安重要 会不会比陈时中重要 说什么何志伟 吴氏耀廷 陈时中 谁管他 这已经不是谁当台北市长的问题 不是吗 他也是 他就 我讲 我的研判是今年10月的 中共的20大 他会有一个更大的东西 而不是2019年 你听到的习五点 习五点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什么大家 什么贡商 什么的 那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那讲的习五点 蔡总统就拿来操作吗 就把他讲到什么 九二公司就是一国两制 习近平有讲这句话吗 习近平有没有说 九二共事就是一国两制 习近平有没有讲 没讲 你去看习五点 看我讲的是真的还讲的 欢迎说你帮习近平讲话 问题是人家讲什么啊 习近平有没有说 九二共事就是一国两制 他根本没这样讲 你知道后来蔡总统讲什么 蔡总统说 我们都不要再谈九二共事了 我们都不要再谈九二共事了 蔡总统你是个鸵鸟 你把头插在沙底 我们都不要谈九二共事了 然后呢 然后两岸就没事了吗 你看这几天 大陆政协的一个机关报 骂了这个陈以信跟林维州 朱立伦竟然回应了 陈以信跟林维州也回应 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你们 你回应他干嘛 他是大陆的一个媒体 写篇文章骂骂你们 你就回应了 我跟你讲 更早之前更惨 我们的总统府还回应过国台办 总统府去回应国台办 我都不晓得在存什么 你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没 很明显的蓝绿都没准备好 拜拜